Gogoro稍早推出了Gogoro II Delight以及Gogoro S2兩款新車 那接下來我們將用將近3分鐘左右的時間來介紹一下這兩款車有什麼重點特色 Gogoro II Delight它延續的是Gogoro II的車身設計 採用類羅把流線儀表板 並使用於Deluxe版本相同的觸控式啟動鍵加機械式按鍵設計 它採用是12吋的輪圈,因此車身的高度降低 座椅高度相較於Gogoro II降低了2公分 車重的部分也下降了1公斤 性能部分Gogoro II Delight的表現跟Gogoro II完全相同 0-50的直線加速僅需要4.3秒 爬坡能力以及電池續航力也相同 安全極速則由Gogoro II的90公里略降至88公里 另外傾角的部分也因為輪圈縮小而略有下降 自動方面則配備了前後雙碟煞 SPS同步煞車 碟盤的規格沒有改變,一樣是前220後180 Gogoro II Delight它也配備了省力助車架 號稱同級車最省力 比起Gogoro II省力了25% 功能方面,Gogoro II Delight它支援輔助倒車 並擁有和Deluxe與Plus版相同的 方向燈自動熄滅、自動上鎖、儀表板背光色彩可調等功能 顏色的部分 Gogoro II Delight則推出水銀爛以及香檳精兩種選擇 第二款新車是Gogoro S2 Gogoro S2基本上就是Gogoro II的一個性能版本 它全車採用了黑色設計 車身的部分是消光的石墨黑 造型方面,Gogoro S2採用羅把設計 搭配了復古的賽車風格的熏黑風景 坐墊的部分則改用高止滑坐墊 Gogoro S2的性能也比Gogoro II更好 包括0-50只要3.9秒 馬達的最大功率為7.6千瓦 在3千轉之下可以輸出的最大馬力為10.18p 自動方面Gogoro S2它配備了245mm的加大前疊盤 與對向四活塞輻射卡鉗 BJ方面前後都是採用了阻尼可調的前後懸吊 最後來看售價方面 扣掉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補助後 Gogoro II Delight的售價最低可以來到49,800元 Gogoro S2則是61,800元 以上就是這次兩款新車的一個重點特色介紹 不知道大家看完之後 對於這兩款新車有什麼意見跟看法呢?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們知道喔!